廣東話博大精心 其中一個有趣之處就是水文化 即是以水這個字配詞代表一些意思 例如是我們喜歡的話會叫做合心水 跟人聊天會叫做吹水 另外還有補水、凍過水和半桶水等等的詞語 不過有人說原來香港人並不是那麼愛惜水 雖然好像很簡單 但水是人類生存其中一個重要資源 僅次於空氣 而人體裡面水佔大約70% 我們本身身體很大部份是水分 我們身體的身層代謝 或者帶動整個身體血液的流動 都很需要這個水分去幫助 如果我們經常不喝水的話 結果你的身體的流轉就會慢了很多 那你就織織織織很多髒東西 沒辦法排出來 那就是等於你的身體需要清潔 那如果你沒有觸及過水分的時候 你身體就越來越髒 那你就越織越多不好的毒素在身體上 就會影響到你的身體了 但每天是否喝八杯水就足夠? 八杯水其實是一個平均 是用我們的身體的重量 平均去計算你的身層代謝 沒有了多少水分 然後應該要補充 所以拉運來說 平均每個人需要八杯水 根據美國洛杉磯國際醫藥研究所研究 每天喝水量可以按體重計算 成年人每公斤體重 應該補充四十毫升水 但當然都是因人而異 如果你是一個運動員 你當天做好劇烈的運動 其實八杯水絕對不夠 同樣是那天懶惊惊 整天都放在家裡 都不是怎麼動的 可能你未必需要八杯水 或者小朋友未必需要八杯水 所以我們也可以按照 美國線食營養供給量標準估算 成年人每消耗一千卡能量 就需要一毫升水 而成年人每日平均 大約消耗二千卡能量 所以每日需要喝大約二千毫升 不過聯合國2015年的 世界水資源開發報告指出 世界各地用水要求 不斷增加的同時 多於地區淡水供應 因為氣候變化而可能減少 據估計 如果人類不大幅改變用水習慣 和改善管理 2030年 全球百分之四十的國家和地區 將會出現水資源不足的困境 在香港就有基督徒趁住3月22日 世界水資源日舉辦活動 推動更多人認識水資源問題 你幻想的是十多年後你就製水了 其實問題很嚴重 但其實很多人都忽視了 也很多政府也不覺得是問題 因為他們好像覺得空氣的污染 嚴重一些 又或者垃圾廢物怎樣處理的問題 嚴重一些 但是其實水系當中的角色其實也很大 黃玲本身是一位設計師 這次邀請了多位藝術家 透過設計水樽在商場展出 希望有這麼多人因為這些作品 認識水資源的問題 其實我挺喜歡一個很簡單的文言 我開始收到的時候 我想一下他究竟有沒有做過事 刻畫了一些凹凸感比較強的紋 在上面 於是你起初以為他好像刮花了一個地方 但不是,你摸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鍾面,即是錶面 你扭動那個蓋的時候 其實是說,下面裡面那個瓶裡面的水 現在是越來越少了 你要知道那個時間 黃玲也邀請了不同界別的朋友分享 希望令人認識到我們的生活習慣 是怎樣影響水資源 譬如以前擦霞的時候會開著水喉 或者在廁所的時候 你有時候用完紙巾、塗完鼻涕 你不扔到旁邊的垃圾桶 或者你沒有垃圾桶 你會扔在哪裡? 扔在馬桶裡洗掉它 所以洗澡的時候又會浸浴 或者洗澡的時候會焗油 敷過面膜 都會很長時間 這些一一都解掉了 我們在建築的時候 其實都用了很多水 所以現在尤其是很多既有的建築 第一件事我們要想的就是 可不可以活化 可不可以保留整個建築物 而在裡面可能改變它的用途 因為要拆建築物再重新建 其實浪費了很多很多食水 有些人很習慣 洗澡、洗頭 尤其是女生那麼長頭髮 我以前頭髮是很長的 到醫生那麼長 因為我覺得洗頭是很浪費水 那我就絕對絕對接受了剪短 香港飲用水供應 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是來自廣東省購買的東江水 其餘是來自本身的儲水庫 近年東江水價格、沿水事件等等 令香港人開始留意水資源問題 但其實買水背後 東江水都面臨水資源危機 隨著諸三個經濟發展 以及人口快速增長 各個城市對東江水的需求持續增加 但東江水的供水流量 近年有下跌趨勢 甚至在東江源河地區 有出現缺水情況 可能你會說 我們仍然要水有水 沒問題呀 2030年 也是十幾年後的事 但原來世界上 有一些角落 已經出現水資源問題 例如說柬埔寨 因為它本身是世界上 比較窮困的地方 其實那件事是相對的 政府越沒有錢 那它怎樣去建設這些設施呢 對嗎 那它越沒有錢去建設的時候 那個問題就流行 除了那裏 其實在泰國都有 或者印度 它們的污水問題 其實都很嚴重 就算是近近地 中國那樣 它的沙漠化 今天已經是 整個 country 已經有18%的土地 是沙漠化了 那你去幻想一下 其實是很嚴重的事 那當然也都 它坎乏樹木很厲害 因為它是高速發展 那所以 其實周圍都有這些問題 只不過我們不去 講也都覺得 好像這種天然資源 它會自己 跌下來 但其實 那個問題是很… 即是潛伏了很久 所以我們都希望 對, 多些人會得意見 然後就行動 減少浪費 很多時候都是由生活小習慣做起 你有沒有留意到 自己生活上 有什麼習慣可以改變呢 我自己認為 而且我問過一些所謂… 我的朋友 甚至我問過一些教授 他就告訴我 其實你不如吃一些所謂 你們認為不好的菜 是有些洞在洞的地方 那這些菜 其實是真是… 是很有機 你們不需要用那麼多水去洗它 如果真的用農藥 而是買了很漂亮的菜心 或者很漂亮的菜 或者什麼 你不如試試用鹽 去浸了大半小時 你再洗 其實等於你一直這樣用水來洗 其實一個方法是一樣的 在各類的農藥是一樣的 我們考慮的食水 有兩個方向 第一就是離的水 第二就是離開我們的水 說離開先 洗手間 如果我們經常都會用水 很多時候有些地方 其實都… 大部分都會用海水沖刺 有時候都會用淡水沖刺 那記得在沖廁所的位置 我們可以有兩個按鈕 令到按洗手間的時候 水不會去太多 去的水也是 比如我們洗澡的時候 很明顯 洗澡、拆牙、洗面 都可以減少用水 譬如用一些有壓力的花灑頭 減少使用的時間 或者盡量令我們清潔的身體 就已經完成了 而不是借水來享受我們的生活 這也是很重要的 上帝創造世界 派人管理這個地方 但是今天 究竟我們有沒有做好管家的本分 或是我們會因為貪方便 而破壞大自然呢 我們愛自己的大自然 不是因為保持大自然 能夠讓我們可以享用 讓我們下一代享用 而是他們都有他們的生命 我們要珍惜他們的生命 當然我自己覺得 我的神是創造我的位 這些天然資源 其實都是祂創造的 單是愛人如己 將自己的愛去普及到一個 更加大的層面 甚至是做一個良好的公民 我覺得其實就這樣 很簡單去愛惜我們的地球資源 其實都已經在愛神的家了